刚刚我们说了秋冬季 女性容易出现血虚寒宁的情况 什么手脚梁滑稽溜的 什么拔的晃点 演员高圆院说了 用艾草的贴 然后贴在三音胶 可能会对这个有作用 咱们也分析分析 您觉得这高中医怎么样 这个方法应该是有效果的 首先你说它使用的这样一个药物是艾草 艾草一个是取寒 一个是活血 就是它能把这血管打通 然后它有散寒的那样一个作用 另外一个它铁这个穴位是三音胶 你听它这个名 这个就是足三音 足三音胶汇的一个地方 那你说我们一边说 梁都是找阴晶的这样一个经脉 对吧 那所以说用艾草贴来贴这个三音胶 对这个脚梁应该是有缓解作用 其实像这些方法我们都可以用 但是像这个 如果真正出现这种典型的症状 咱们还是 还是加上内服药比较好 我觉得我们处理 从我来讲处理好多疾病 基本上就是内服药物 能够处理大多数的这样一个疾病 刚才你说完这个女神了 女神我说个男神 男神也是我的男神 是谁呢 1800多年前的一个人 还是咱们的医生张仲景 张仲景在伤寒那里边 早都说了这样一个病的情况了 叫手足绝寒 麦西玉洁 他后边他是用这个房子一定能治 那西是刚才讲的滑稽流 挺拔的方 这种手脚出凉 看有凉 这个就是张仲景讲的手足绝寒 他这个绝就是寒冷的意思 麦西玉洁 就是麦象细的 像找不着了似的 他说用一个房子叫什么呢 叫当归四泥汤 四泥汤 他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四泥汤 父子干江那个 是当归四泥汤 当归四泥汤 这个房子一共有七位药物 它里边有什么呢 有一个是当归 一个是韶药 然后桂枝 细心 木通 大枣 四干草 当然这个木通有点毒性 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就是药房有 但是现在用的少 用的少 就是用我们现在来通草了 要说这个当归四泥汤 就这么厉害吗 他为什么就能管这个事呢 这里边就是针对他这样一个血虚加寒的这样一个情况 你看这里吧 他选的要什么呢 一个当归勺要大枣 这干什么呢 这是养血 养血的 补血的 对不对 那除了补血以外 对吧 血充盈了 你这个 这个脉管 血管也得通 也得通畅 寒还得出去 你看他又用什么呢 他就用这个什么呢 用桂枝 用细心来温精散寒 那为什么他又用一个通草了 实际上就是来这个 通达血管的 我们要通达经络 把它打开 这样的话 可能他这个血液的流动速度就更快 所以他就可以改善 我们拿现在的话讲 就是改善末梢的血液循环 对吧 而且很有效的改善 这个方子对这些特别的有效果 这几个药我们知道了 但是怎么配五呢 量是多少 一般我们像这个打头的这个当归啊 你看他把它写到这个 方子的名上 叫当归死泥堂 就说明这个方子是重用当归的 对不对 就是当归是主要 当归为什么在这重用 它既不学又有活学的作用 它是两头 它管两头 对吧 那当归我们一般 我们现在可以开十五克 白勺开十克 贵枝开这个十二克 那如果说你的手梁还比较明显 你可以贵枝开量大一点 贵枝他走上枝 贵枝可以开十五克 这些啊 十二克到十五克 这都可以啊 还有我们现在就是用那个细心 细心是咱们东北的 也是一个 这个名贵药材 东北缠的最好啊 细心的话 我们可以用三到六克 还有那个木桶 我们现在就用通草了 可以开六克啊 六克通草 像枝干草 我们可以开个六克 大枣这个方子啊 其实它是重用大枣的 它原方用的是二十五枚 二十五枚大枣啊 那么现在为什么 它就加强这个养血的这个作用 我们不妨也开一个十五啊 我们可以开十五克到三十克 我们都可以这样开 因为它实际上它用的十五个大枣 它没有说多大的枣 我们现在一般都给它定定上量了 这个啊 我们喝的话啊 一般我们就是水煮啊 水煮水开了以后 二十五分钟到半个小时 啊 这个还是跟我们喝汤药一样 一天两次 早晚各一次 嗯 那个一般想这种改善这种血循环啊 咱们想这种方子 我们可以喝的一个月以上 啊